大家好,这里是和秋玉一起学office之PPT篇 在本章的前两节,我们学习了高手制作PPT时最常使用的对齐功能 以及为PPT快速添加logo和页码的方法 在学完这两节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点 那就是一个很小的操作,高手和新手使用的方法都可能有巨大的差别 事实上,要了解一个人的PPT制作水平 还不需要去深究它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完成PPT中的各种需求的 仅仅看它操作电脑的姿势就能看得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没有科学依据的玄学 如果一个人在制作PPT时,除了输入文字 几乎就靠右手拿着鼠标各种点点点,那它肯定就是新手 而如果是右手持鼠标,左手始终不离开键盘区域的左下方 那铁定就是高手 举个例子吧,当你在制作PPT的过程中 需要新建另一个演示文档,你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先点击开始,新建,然后再选中空白演示文稿 然而,高手只需要左手按下一个Ctrl加N,瞬间解决问题 看到这里,应该知道本节我要交给你的内容啦 没错,本节课要交给大家的就是那些在PPT中必会的快捷键 在课程的最后,还有赠送的福利等着你签收哦! 因为制作PPT是一个耗时间的活儿,有时候甚至要几天才能完成一套PPT 在制作的过程中,记得时不时按一下这个快捷键 才不至于在程序突然无响应时丢失数据,被迫推导重做 第二个或者说第二套快捷键,是我们已经在之前的教程中使用过多次的 剪切、复制、粘贴 选中页面中的对象,按下Ctrl加X即可进行剪切 然后进入到其他页面,按下Ctrl加V进行粘贴 如果对对象按下Ctrl加C,则是复制 使用Ctrl加V即可将对象粘贴到当前页面 第三个基本快捷键,是在本节开头和大家提到过的 新建演示文稿的快捷键,Ctrl加N 使用它就可以立马新建一个演示文稿 节约多次移动点击鼠标的时间,瞬间完成演示文稿的新建 那么如果是想在本套演示中新建一页幻灯片呢? 按下Ctrl加M就可以完成 最后在制作PPT的过程中,按下Ctrl加Z即可撤销当前操作 例如我们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多次移动 将其填充为橙色 每按下一次Ctrl加Z就会撤销一步操作 多次或持续按下即可实现连续撤销 如果发现撤销的步数太多 想要重做被撤销的操作时 按下Ctrl加Y就能够实现重新操作 接下来是第二类 对象快捷键 所谓对象快捷键就是指处理PPT中的图片 文字形状等元素时使用的快捷键 例如在本章的第一节 我们曾讲到的编组操作快捷键 就是Ctrl加Z 框选多个对象按下Ctrl加Z 就能够将它们编为一个组合 不过有时候需要进行编组的元素中间 很有可能架杂着其他元素 如果直接框选就会把所有元素都选中 此时按住Ctrl键 用鼠标进行点选 选中需要编组的元素 实现多选后 再按Ctrl加Z 就能够完成这两个元素的编组了 而不会误将中间元素编入组合之内 与编组相反的命令是取消编组 取消编组的快捷键是Ctrl加Shift加记 对于最常使用的复制操作而言 如果使用Ctrl加Z和Ctrl加V的快捷键 除了要分两次按压以外 复制出来的对象总是位于原对象的右下方 并且有大部分位置重叠 通常需要事后再调整位置 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按住Ctrl键拖动对象来进行复制 实现复制与位置摆放操作同步完成 可谓是省时省力 另外按住Shift键拖动形状的脚步顶点 可以实现对形状的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对于图片而言 缩放时的比例是默认锁定的 无需按住Shift键就可以实现同比例缩放 但前提条件是你拖动的空间是图片的脚步顶点 如果拖动图片选框直边上的空间的话 图片的比例还是会被拉扯变形 接下来是第三类 文本快捷键 这类快捷键经常在设置文字格式时使用到 比如Ctrl加B就是加粗 而按住Ctrl键的同时 按左右方括号键 则可以实现快速的缩小和放大字号 最后一类是在放映PPT时会使用到的一些快捷键 比如F5键 无论幻灯片当前停留在哪一页 只要按下F5键 幻灯片就会从头开始放映 如果你想让幻灯片从当前页面开始放映 则需要在按住Shift键的同时 再按下F5键 这样幻灯片就可以直接从当前页开始放映了 讲了那么多快捷键 怎么样才能把它们都记住呢 一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英文全称记忆法 临近组合记忆法 象形记忆法来理解和记忆 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在时间中多多的去应用 多使用几次自然就记熟了 为了方便大家更快的查查快捷键 我们为本课程的各位学员 制作了一系列的Office快捷键电脑桌面壁直 无论你是商务人士还是文艺青年 是可爱的少女还是休闲人士 这里都有适合你们的壁直版本 赶紧下载参考资料 获得这套精美的Office快捷键电脑壁直吧 来看看本杰克的总结 PPT中常用的快捷键包括基本功能键 对象快捷键 文本快捷键和放映快捷键 想要掌握这些快捷键 最好的方法是在制作PPT时刻意去使用 本杰克没有需要大家实际制作的作业 养成使用快捷键的习惯 是一个相对比较长久的过程 这就需要大家在课程之外多做努力了 在课程的最后 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小tips 如果你总是不记得使用CtrlJS来保存文档 可以点击文件选项切换到保存选项页面 将自动保存的时间设置为10到15分钟 这样PPT就会每隔10到15分钟为你保存一次 注意不要把时间间隔设置的太短 频繁的自动保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操作哦 另外虽说按下CtrlJS可以对之前的操作进行撤销 但默认的撤销次数只有20次 建议大家同样在选项设置窗口的高级页面中 将最多可取消操作数增加为100到154 好了 以上便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每天进步一点点 起跑线上就领先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